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想要打造你们东港的一条观光铁道 为什么你们不乐见呢 那个不是我们不要见 我们 我们非常欢迎中央对地方的重视 有匡列25.5亿 做一个观光铁道一个计划 这前三计划的金会我们非常需要 只是我们反对的是说 他选择路线 在一般我们这边认为说 他选择路线不恰当 所以我们非常认同林院长 林权院长 他就讲说路线可以再调整 原本的路线呢 你们需要的路线呢 因为当初有 他们是原有的就有路线的 原有就有路线 那另外我们跟他建立了两条 一条就是从超多红车站 拉187线到东港 另外一条的话就是从高雄捷印拉到东港 所以高雄捷印如果说真的实现的话 从小港到东港 不到25分钟就到了 比较近 那像现在来讲的话 从左营新站一直到潮州 这一个这一段就要 对号快就要一个中头了 那如果说从潮州再绕到东港 做一般的轻轨道的话 也要半个中头 那等于是说从左营新站一直到东港 就要一个半中头 那如果说从捷印过来的话 50分钟就可以直打了 所以说我们是反对他 就是就有铁道的副石 而不是反对他的前瞻计划 因为旧有铁道副石的话 沿有的磁空背景都完全改变了 因为附近那个铁道附近都是住家 而且要经过十几个平礁道 非常危险 所以说在当初在 在那个时候 在规划这条路线 我们就一直不认同他沿有的路线 因为沿有的路线在民国八十四年的时候 八十年 八十年是就把它取消了嘛 我们记得那时候在八十年 还发生最后一班列车 发生国光号跟那个铁火车相撞 造成五个人死亡 三十几个受伤 所以那时候路口还比较少 现在路口更增加更多 所以这条线的 从先有的规划路线就不好 所以我们是请他们 再重新规划另一条路线 比较妥当 主席这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您提到这个80年代就有一些争议了嘛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还放进去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间难道没有沟通吗 那第二个 在你们镇长徐志雄 他有提出看法之后 交通部次长王国财 他有到这个屏东 说明这个东港观光铁道计划 如果他们不改变 那你们所要求的高雄捷运到东港 是不是只能做一个 你们会有什么反应 这样的话 我觉得说决定一定要坐那边的话 以后发生什么问题 地方上也没办法做更强力的反对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意见到的一些问题 跟中央建议 那中央总是那个规划公司还没有做嘛 还可以做一个评估啊 实际到那个路口看一看 这条线5.2公里里面有多少个路口 还有多少个附近有多少个住家 那我们看看那个市区来讲好了 一般像以前的屏东市啦 甚至高雄市 都已经走向高架化了啦 甚至台北市那个都地下化了啦 何况现在时空已经改变了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如果是走向观光铁道的话 目前就是两边的一个景物 已经完全变了啦 都是那个住家啦 所以这个不前参了嘛 如果按照你讲的 这个已经是不符合你们地方的需求 广光的意义啊 他应该把那个铁道拉到大澎湾里面 那才是最符合的啊 所以你们镇长徐志雄说 不该浪费的钱不要浪费嘛 那可是 主民我想请教 这个交通部他们针对东港发展观光铁道 他们认为是跟高架延伸这个案子是不冲突的 有不冲突吗 其实是冲突的啊 以在地人来讲的话 我们是希望能够最便捷的道路进来啦 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他们并没有要 因为你们的建议改掉 那个捷影是建议的捷影 那观光铁道是观光铁道 那如果是两码子是没关系 那重点是说 这一条线不应该跑这个 这个沿有的路线进来 嗯 因为沿有的路线进来 确实是很多问题都存在 嗯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意见得到了 所以说 那个上个礼拜 六的时候林镇长也讲啊 嗯 路线可以再调整嘛 嗯嗯 对对 反正还没有 还没有定案 还没有定案嘛 对对对对 那请教一下主秘 如果东港人要 这是一种需求对不对 要高雄捷运到东港 但实际上如果各级政府 真的要推出一个建设 不是要评估吗 你们有针对高雄捷运 如果延伸到东港的这个案子 进行评估包括可行性 包括这个经费 包括整个建设的一个技术面 你们都有评估吗 嗯 那个是属于县武方面的评估啦 县武的确 高雄市政府啦 那我记得昨天那个 高雄市的立华委员赵天龄啊 嗯 他就非常同意说 主张把高姐拉到东港大澎湾线 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圈啊 嗯 东港地区跟高雄市 就是那个毗邻而已啊 嗯嗯 那你如果说再绕 你用火车的话 你要绕到屏东市再绕 绕过来就绕了一大圈啊 嗯嗯 我们一般看地图就都可以了解啊 嗯 所以说那个高雄市的 赵天龄立委都认为说 应该把捷印线 延伸到东港来 嗯 观光有就是假日嘛 嗯 才会人潮多 嗯嗯 那这个就 关系到就是说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建设 如果为观光客打造 以后会有营运的问题 对不对 嗯 嗯嗯 还是我们市民 我们县民实际需要 这是两回事 就你们这个观点呢 哎 我认为还是说 从高雄那边进来 因为目前来讲 虽然没有捷印 但是高雄市方面 不管是从 左营高铁下来 甚至高雄市区的人 要到东港来 嗯 他们还是走八八到东港来 最近啊 八八后 那个双岩大桥啊 嗯 他们绝对不会 从高坪大桥到一大千到东港来 嗯 嗯 所以你还是觉得说 你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希望 我们目标是希望说 能够拉进来 嗯 那如果说说 中央认为说 哎 那个高雄跟观光客 得到两码的事 嗯 也等于是说 高雄外面 可能那个希望 不大的话 但最起码观光铁道 这一条A 希望拉进去 他要计划的路线 我们就不同意他这种路线 嗯 就优先顺序第一名 是高捷延伸到东港 如果中央呃 这会儿没有排入 哦 那缺口求其次 呃 你们再重新来接受 这个所谓的东港观光铁道 但是路线的 这个 路线一定要 一定要 对对对 应该要符合所需嘛 那非常明瞭了 今天非常感谢 东港镇的主秘 刘嘉朗接受我们的连线 谢谢主秘 谢谢 好我们现在马上进行 呃有请当事人 我们今天 访问的是一位非常特殊 而且杰出的女婿 她是呃 内政部警政署的警务证 张维荣 她即将要去领一个奖项 是二零七年国际女警协会 国际奖助基因的得奖人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欢迎回到 什么叫警务证 呃她是我们警察的特别一个职称 如果对照过去文官体系 她类似呃 科元的这个阶级 是呃这个呃 今天邀请您是因为您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奖项 而且是台湾第一哦 就是呃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拿到这个奖项 是2017年国际女警协会 国际奖助金的得奖人 这到底是什么一个奖还是奖助金 是呃 其实这个奖有一个奖也有一个奖助金 其实对国内来说 他可能是非常陌生 因为是从去年我们驻美国的联络官 嗯 李少凡先生他跟这个国际女警协会 建立很好的沟通管道 嗯 然后他就转报这个消息回来国内 嗯 然后呢 今年3月我看到这个公文的时候 其实我在报名的时候 其实蛮犹豫 因为全球真的只有一个名额 可是我还是鼓足了勇气 所以就报名了 嗯 然后他的呃 颁奖的仪式会在他国际女警协会 每年的训练年会颁发 嗯 然后他每年的年会举办地点不一样 嗯 然后今年是在澳洲昆士兰省的凯恩斯 9月你要去一趟 对对对 然后他其实呃 奖助金他是提供受奖人 他免费的机票跟住宿 然后再来就是参加年费的一个训练费用 都全部减免 然后算是一种表扬跟肯定 嗯 其实呃 文荣你的这个 憧憬哦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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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sy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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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近他其实是以咖啡跟柳丁盛产 然后我的父母亲世代也是务农为生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是就读私立正新天主教学校 这是我的母校 然后当时其实大学是考得不错 考上政大法律 可是其实父母亲都有一个心情 他觉得说如果未来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我们人生比较保障 所以在同时考取警察大学的时候 他就鼓励我去读警校 这很特殊啊 其实你很适合当律师的吧 不是吗 也很适合吧 这个父亲你的意思是说父亲给你的一个决定 对他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就是在这种家庭教育之下 爸爸也是很传统 妈妈也是属于传统的淳朴的女性 所以其实父亲的意见会比较有影响性 其实我刚眼眶红了一下 是因为我看你的维基百科 你已经现在有Wiki了 因为我们要做功课嘛 他们除了介绍你 是一名中华民国警察 法学博士 这个可能跟你后来进修有关系啦 那出生于台湾云林古坑 南子村 伦子部落的农家 父亲 连这个都写 我跟妳讲 我为什么觉得很感动 就是说他把你父亲的名字列进去了 对对 他把你父亲列进去了 真的这个作为一个女儿 你看到你的父亲因你而名啊 也列在这个Wiki上面 那一般农家从事农工作的这些农民 他们难道不会担心说 呃我的女儿入区当了警察之后 嗯 要出生入死吗 可能对于你后来从事的这些比较 哦像家暴房制 或者说是人口贩运的这个房子 这个部分他们可能应该没有那个基础了解 嗯 他们反倒会应该讲家族如果出个律师该多好 这个是很清楚可以明辨 他为什么认为要把你推进去去做警察呢 呃光天姐问到重点的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早期警察的形象没有我们现在的好 而且整个数字因为呃成抗的运动大量的一个招募 所以其实一般民众对警察形象其实是打了一个大问号 是是 可是他呃帮忙了解之后觉得说 呃女警官他服务的单位可能偏向是内勤 嗯 所以他才有那样的决定 然后其实我一直很少跟别人说就说 呃那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律师或是法官 他觉得说呃法官有 虽然我们法官他不是神 可是他常常要做神的工作 嗯 我要断定是非 然后甚至生死 所以他觉得那种东西 如果你没有考虑清楚或生死熟虑 其实你会造自己的业 所以他本着这种传统的想法就说 好吧你还是从警好了 因为当律师法官虽然很光荣 可是你有可能你误判了 嗯嗯 误神了 父亲想要真的圆了 对对对对 不只是律师像我刚刚想的那么狭隘 有可能做检察官有可能做法官 他倒是想到法官这个层面了哦 是是所以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位农夫 对对我们家 他性格他反养成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应该算是权威型的父亲啦 妈妈就非常的柔顺柔顺 所以就在这种呃强与弱的这种柔和之下就成就了我们 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 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 哥哥现在还是在种呃就是他种植一些水果 姐姐也是公务员这样子嗯 比较特殊的是您的丈夫也是警察 对对对对 而且是一个资深警察 哈哈哈 你们我看见资历一子一女啊都很幸福的一个家庭 嗯 他他从警比我多了十年 是你的学长 哦对学长 怎么认识的 其实警戒的女性很少 现在只有10%左右 他非常容易就认识同行 因为工作了解 进水柔台 所以就认识了 而且只是警花的话要赶快抢一下 对对对 可是有些男性同仁他也不见得 他说如果我的工作都被我的另一半掌握恐怕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种这种有两极化的一个选项跟想法 那你的经验呢 嗯确实是同行的话 他在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好沟通 有时候有一些你难以决定的事情 他会给你意见 对对不用去解释很清楚什么叫做督寝 什么叫做扩大领解 这是一些韩话 而且你们的时间 你们因为执勤可能不像 赵九王府的上班族 这个他也可以体会吗 你也可以体会 是是是 嗯 对这其实 如果两个夫妻都是警察人员 而且都在外勤 其实在家庭生活的搭配上跟配合上 要有很大的努力 所以其实像我最近跟一些 他的先生是基层远警的太太 就是说这样认识 然后他就说他想起当时的时候 很像是种未单亲的生活 所以当警察的老婆要非常的独立自主 是 呃不然在家每次担心 那还要等老公回来 嗯 那可能家务都是呃 做女性的这一方在操辞了 八部分 呃维蓉 呃你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得到这个奖吗 其实陈国安署长也很高兴 而且台湾第一 嗯 拿到这个奖 嗯 其实这个奖 呃他们有一个女警协会有一个评审委员会 他们就报名的资历 还有他呃表达他对得奖跟参与国际活动的这种动机 他们会做一些审核 嗯 可是其实为什么会得这个奖 事后我的思考是呃可能我这憧憬多年 在各方面的表现都蛮平均的 嗯 譬如说我在警政工作上 我有呃呃呃在当时就是我们队长廖美玲 廖局长 其实他最早是呃被分发到台北市女警队 女警队 现在改名叫妇幼警察队 妇幼警察队 OK 嗯 然后也许是在这些妇幼防治人口贩运的努力 然后我去年刚好有个机会去参加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训练 那个也是非常难得的训练 等一下我们来谈谈 这个好像这个前进天堂之路 有一段这个非常艰苦的这个训练 然后再来就是我想我在学术上的努力 包括这个法学博士 还有参与女警政策的研究案 甚至呃有写那个跟踪骚扰防治法 在几年前我就写了这个法 这部呃日本的法律介绍给台湾 不过台湾是今年才开始研议有这个立法跟骚扰法 跟踪骚扰法 这个这个等一下我们介绍 其实我调出来了一个法是人口贩运法 嗯 哦其实大家对这个人口贩运防治法 其实对你呃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哦 其实我们要多介绍 嗯 我还找了一些电影拍的这个情节 这个故事哈 情节好认真啊 是是是 因为呃 街道嫁了一个人物 我我我我下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非常有兴趣 那当然就说您获得殊荣之外 一定是有道理的 一定是有故事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勤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怕抢先爆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啊 你们知道吗 2017年又诞生了一位台湾之光 她是全球女警唯一呃 拿到2007年的国际女警协会 所颁发的国际表扬 计奖助金计划得奖人啊 那是全球唯一的得奖人 我们这是看到警政署的官网啊 那署长室的这个呃 波文 那可见这个陈国恩应该是高兴的 不得了啊 不过呃 他也呃 曾经推你去呃 美国进行了一个长达十周的一个训练 哈 令你终身难忘 可见那时候的这个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也培养出警戒的精英 是的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好的 光潜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呃 其实那个训练哈 嗯 我是料想也没想到我那时候会报名 然后可是就是在一些前辈曾经训练过的这些学长姐的鼓励一下 我就报名参加 可是我一旦报名了 我就非常有决心 呃 然后我就开始去准备这个考试的科目 包括一个学科 呃 呃是警察行政与领导统预 再来是英文的准备 嗯 那讲到英文 其实 因为你很强哦 因为你分到国际组 说实在 我要承认二十年前我的英文很强 嗯 但是呢 其实这二十年的工作会用到英文的机会不多 嗯 一直到进到国际组然后我参加这个考试我开始决心要把我以前的实力找回来 嗯 我呢就利用呃时间去补习嗯 然后也很认真的准备这个学科 然后在所有的报名人报名的人员当中那一次就很幸运的啊 我现在第一名然后署长也签选我去参加 嗯 然后这个训练其实是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难得 嗯 他有很严格的学科要求跟体能训练嗯 不过他一个最大好处就是说 他是一个国际性的训练 全部的学员两百多人 嗯 嗯 他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七位 大概十%是国际学生 嗯 也因此我除了认识美国各部门的这个执法代表之外 我还可以跟其他二十六个国家的学员 建立一个很好的国际合作网络 嗯 也希望有人推出去啦 是 那你的体能怎么样 因为呃 在描述的叙述里面 最后一周有一个长达十公里的黄砖道啊 是 那是一场障碍赛 要要跑还是爬呢 还是要怎么度过 其实都有耶 后来我才知道说 在男生的这个呃 这种当兵的训练有个叫做天堂路 原来他的这个黄砖道就是类似天堂路 因为我在跟那个采访的记者解释的时候 他就想到哦 就是我们的天堂路嘛 嗯 然后这天堂路 就是要手肘这样子在地上这样爬 对他是一个在呃因为我们受训的地点是在海呃美国的海军基地里面 他就设计了一个大概长达十公里的障碍森林的一个呃那个路途 是十公里哦 不是十公里 其实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跑那么远 因为你不知道说前方会有什么困难 他设计的内容是什么 也许我们从以前的文章知道说好像有爬 然后好像有那个水坑啊 然后有一些攀匠其实都是到了现场才非常的借慎恐惧但是还是勇于的接受挑战 都是熟悉的项目吗 其实不是 勇于还是 因为那个算是一个大家的那种体能大验收所有的学员都是从过去的资料知道这场战很辛苦 所以一到九周都做足了这种体能的准备 然后第十周就要好好的发挥 可是你一直都是我们讲说文官嘛 文职的比较偏文静一方面 对对对 比如说你中央警察大学 你从学士一直念到法学博士 呃应该在体能这部分也有在这个过程中训练 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楼道射击 琴啊 甚至每年的运动会用比赛 我都是常常那个参加参加的人员 对对对对 那后来黄砖道你怎么度过的吗 黄砖道其实跑起来是非常的辛苦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可是在你身旁那些美国学员啊 还有同小组的学员就说 呃you can make it 他就一直鼓励我 然后我就想说啊 那个年纪比我 比我还资深的学员都跑得动 我怎么可以输人家 然后想说为了那一块纪念性的黄色装块 我真的把他带回来很重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硬的头皮 跑下去 后来跑完了 真的跑完了 障碍事实在度过了 对啊 没想到 拍约过这个障碍了 对啊 而且你最大的一个动力应该来 来自于说 我是从台湾来的 有这种 我代表台湾 我不能够说没有完成 对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只有一个学员 大家认识你都是 从你这个人身上知道 什么是台湾 然后什么是台湾警政署 那台湾的代表 你表现如何 其实他们会口耳相传 所以我觉得说在那边的一举一动 或是你的一些人脉的精力 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因为你代表不是你个人 还有你背后的这个国家 跟警察机关 是我们现场专访的是 警政署的警务证 是是是 张伟荣 伟荣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 你大学毕业分发到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负责的那个内容 这边就是我们看到你 这个在从警20年的资历 里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念 而且你从大学时代就有研究的这个 主题项目嘛 对不对 我那时候 对 毕业前 因为我们有个学术的专题 然后我写的是婚姻包里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的 指导老师是 叶月兰叶教授 这样子啊 在此也特别的感谢他 给我这样的启发 他今天还在骂人 然后报纸上又有灯了 真的吗 他说我反毒是反假的 叶老师骂人 都是很有一个震荡性的 叶老师常来我们节目 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 我也不知道我会分发到 台北市女警队 因为那时候其实是大推 家庭暴力防治法 跟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所以能力非常的短缺 然后 其实现在回想起 那时候为了犯罪预防 宣导或是教育援警 其实是很辛苦 因为我的队长那时候 是廖美玲廖队长 现在的花莲县的 廖美玲廖局长 就是我们台湾 最高级的女性的警察局局长 其实我非常的感念 他对我的照顾 也给我一些磨练 所以那时候爱家爱户去宣导的时候 其实是觉得非常的辛苦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 我们有法不入家们的传统观念 你要怎么样让 清一色都是男性远景 接受家庭暴力 这个是不对的行为 我们应该要受理办案 甚至要同理被害人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在教育训练 可是其实那段时间过了之后 现在就回想起那一段 然后以前的老战友还会说 没想到我们当年做的事 然后就成为你一个得奖的一个 事迹或是室友 其实想起来是蛮有那种革命情感的 其实家暴防治的概念是 我们近几年来逐渐推广 大家有这个意识的 不然的话很多人就息事宁人 就隐忍 对不对 尤其对我们的一个妇女来讲的话 你可以提到一两个特殊您经手的这个案例 可以用不具名的方式 是那时候其实大家会有一个 比较错误的观念 其实应该算是迷思 其实家庭暴力的被害人 在我们统计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女生 但是我们有一些男生的被害人 然后再来我经手的案子里面 其实也有很特别的 大家以为高学历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委屈 可是其实有一次有一个被害人 他也是有博士学位 他来报案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说 其实也许在外面的工作成就 跟在家的这种互动跟处境 不一定是一样的 他不一定是家中的强势 就是其实他有高学历 他也不知道说他这样的行为 他可以及早求援 或是说他可以不要这样忍受 可是隐约中我们的那种思考 或是那种性格 就会说传统我们是家庭 我们是女性 有时候在家的那种尊卑的地位 其实还是有点落差 所以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件 还有就是我们报案系统 像我们看到电影美国 邻居也可以报案 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严厉 甚至很多家暴的 不管男性女性 他们甚至我有一个朋友 甚至有入狱的经验 到看守所 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执法 在我们台湾呢 在台湾要看他违反的程度 其实家庭暴力防治法 它主要是规范网络跟相关程序 其实我们要落实的法律 要适用的法律 是回到我们的刑法 或是我们一些特别刑法 然后 譬如说违反保护令罪 它有一些罚则 所以这样的处罚 可能不会没有像美国那么重 但是它有一定的这种 嚇阻或是制约的效果 我觉得这样就有 就有这样一个效果 我觉得几个面向 也请这个维容指正 我一个朋友 刚好也是从事相关的 这样一个房子工作的 第一个 要进到家门里面去 很多人不开门 他认为你没有这个权利 那第二个就是说 对大部分的妇女来讲 他要家丑外扬 甚至要去验伤 甚至需要报案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观念 或我们实务上来看的话 似乎走不出去的 这个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 那再者就是你后面 讲到后端 这个保护令的这个部分 对于家暴这个议题 其实先前看到 台北市议员 这个佟仲彦 他的妻子那个案例 被打了 这个非常严重 而且这个次数是相当频繁 但是他却能够隐忍到最后 这个新闻是由 这个一周刊爆发出来之后 才被动因 那很多人问他 为什么要隐忍 所以就是您今天来 我们也不是针对 我刚刚随口提的这个 就是说最整体的一个家暴房子 我们还需要什么样一个 改建的空间 大概有几个面向 就是说有关我们能不能 就是进入家宅去 处理这样的一个案件 其实只要有人报案 或者说有一些 相关续习已经证明说 可以达到刑事诉讼法的 这种强制作为 其实远景在适用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就要克服的是 我们身为妇女 大部分因为受害者都是妇女的一些心态 他可能觉得家和万事心 然后其实从一些 我从一些相关书籍来看 他说其实不好的关系 其实是比 就是你夫妻离异来的更糟糕 那可是有一些妇女可能会觉得说 有关系总比没关系好 这是翻译证英文 我有一段关系总比我都没有关系好 他们就会觉得说 至少我还有这段婚姻这段感情在 然后第三个我想要讲的说 其实家庭暴力不是只有身体的暴力 还有精神的暴力 对 所以刚刚那个 那个所谈到的是一个 身体上比较严重的一个暴力显现 这两个是互为表里 是随着来的 对 其实也都有 像我有一些过去有一些案例 其实甚至很多电影的演出 他都只有精神暴力 然后其实这样的精神暴力 也足以让我们达到这种心理的恐惧 然后觉得非常的害怕 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不动手 他是怎么样造成威胁 或者口头言语暴力之类的 对言语暴力 譬如说骂一些三字经 或者说经常有一些强制性的作为 然后其实我从一个影片看到说 他不出现在你旁边 可是他让你知道你来的 譬如说他就有一个布景 去把一个东西放好 我虽然没有出现在你身边 可是我让你达到心理恐惧的感觉 像这些都是 对所以我觉得家庭暴力防治法 在很多富佑团体还有政府部门的共同合作下 他已经往前迈大步了 所以印象中 真的进步很多 我觉得在台湾真的进步很多 我记得我在从事的时候 然后后来日本还派人来台湾观摩 是 对所以我就说 我们这个妇女可能更隐忍了 因为因为他们更传统 然后男尊女背 还有甚至韩国他们的那个观念 可能比我们台湾没有那一个开放 所以身为台湾妇女 我觉得也相对幸运了 至少我们很多话可以说出来 很多很多主张可以表现出来 越来越进步了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韦荣 我认为你之所以领到这个奖 拿到这个奖 跟你在你的职务范围内 有一个成绩有关 就是你主却人口贩运 在这个议题上 你获得美国肯定 其实我也是因为韦荣 才看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的 事实上台湾是连八年 被这个归类在第一级的国家 那其实我们的总统副总统 有针对人口贩运 我们有相当的成绩 就是连八年最优第一级 那中国他是降至第三级 那他们曾经发表谈话 蔡英文总统说 台湾致力打击人口贩运 那我们的副总统 他也有针对这个表示说 台湾作为一个亚洲的楷模 未来将多争取国际实质参与 这或许也是一个 我们通往国际的一个巧门 那什么叫人口贩运 其实就有人口贩卖 我特别调出来一部电影 他专门讲的就是相关的 这个一个主题 是瑞典导演的一部电影作品 叫做永远的微笑 那这个因为内情很长 所以我就不讲了 我们在座的张伟荣 他刚好是负责人口贩运的主阙 这样的一个部分的 伟荣你跟我们讲讲吧 在这方面我们到底 有没有什么例子 为什么有这么的 这样的一个绩效 其实在台湾 灯口贩运的一个秘书工作 是内政部移民署 然后可是在移民署里面 他还有包括一些像警政署 海巡署跟法务部调查局 一起联合 所以我们这八年 在移民署的一个统整之下 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 然后呢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的话 我们有几个面向 比如说protective protection 我们有被害人保护 然后我们有起诉 我们有侦查 所以我们在里面是强调三批 这个批就是说大家各司其职 然后警政署在这块负责 主要是被害人保护 跟犯罪的侦查 所以在我报名资料里所提的 那个2011年 我刚好是从事警政署 人口贩运的工作 然后推展全国性 在这个专案上的一个执行 那你的绩效统计 警政署占了百分之62%的 一个查气绩效 所以我在那一段 也有特别把我的这种 工作成果凸显出来 所以也因此 国际女选协会看到了台湾 在这方面的努力 她也觉得这个 是她觉得可以给予我 这个奖项的一个肯定之一 是 其实人口贩运 我也是这个计划献否一下 其实它包含的范围 是像劳力贩运 那比较中国发生的是 器官灾畜等等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例子 来谈谈人口贩运 它可能在这个实质 这个展现上可能是什么形态 在台湾的话 我们的统计类别 其实大部分是一个性剥削 那性剥削同样跟其他家庭暴力 跟性亲爱的防治 她的被害人都是女性比较多 譬如说我们在红报章杂志 或是从我这些移送书来看 有时候是会有一个集团性的性剥削 有些女生她求职 可能只是觉得说 单纯的公关行销的工作 可是她不知道 她因此就入了一个圈套 然后这个圈套呢她控制她的住宿 然后控制她譬如说性服务的提供次数 然后也管控她的行动自由 所以我们有一些案例的一个侦破 就是说她必须要有收集到够大的情资 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集团 她是藏匿在哪边 然后他们被监控的人是在哪里 然后另外就是说 其实谈到劳力剥削 在我们的那个法条定一度于所谓 付出跟所得利益显不相当 其实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 到底说 她被剥削了几倍 她比较符合 就是符合那个劳力剥削的要件 所以这个议题在警戒 在法界其实都会有一些探讨 不过法律的规定 有时候很难太细或太死 所以变成有一个空间 然后大家来做一个认定 其实刚刚韦蓉讲到第一个例子 我们如果按照通俗化的一个 我们看到报章杂志常看 就是可能我是小花 我从一个弱势的家庭跟偏向的地区 我要外出某职的时候 我看到说这边在真公关 结果此公关非你想象的公关 你可能就落入所谓的八大行业 八大行业不是说 完全都是从事这样一个go down的 但是很多人 他就是像刚刚您的这个内容就浮出 他甚至我们也看到报纸报导 就是说甚至有用毒品来控制 这都是我们看到一个发生在台湾社会的一个黑暗角落里面 它实际存在 所以你们就打击这样的一个非法的行为 所以在这边是有一个成效的 所以惟蓉你在处理加报防治 一直过渡到我刚刚谈论这个人口贩运这个问题 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在你的憧憬生涯里面 你还有没有想发挥的一个空间 其实我在写这些报名资料的时候 我也在里面提到说身为女性 我也很高兴能够为女性保护跟富佑保护的议题有所投入 因为其实这些工作都不是我预想中 我毕业之后 因为毕业之后你想说警察工作就是打击犯罪 或是说在分局担任巡官 可是没想到我就被分发到一个这种属于富佑保护的专属单位 然后刚好也很多富佑保护法令 如雨后春笋班 就是很多一个制定 所以其实非常 就是说这些工作虽然不是我预料之外 但是你在每一步你都非常的用心投入 点滴以来你就会累积到你后面的一个成效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是国际合作跟国际行销 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能够再多投入的话 会在这个部分让世界看到台湾 OK今天非常感谢张维荣 他是我们台湾之光 马上要到这个其他国家去领奖了 今天非常感谢 接着我们的访问切哈 请抽筋连环产器报告 由Danny主持的音乐 是